2015年,第二季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綜合營商指數比今年第一季下跌1.1,跌至49,低過50分界線 反映中小企對第二季的營商前景稍為替談 在綜合營商指數的五個分項,照評以下創下新高達到55.3 即使進入淡季,總小企的招聘意欲仍然高企 當中以零售業、資訊及通訊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人力需求最大 至於另外四個分項,投資意向、營業狀況、盈利表現和環球經濟就齊齊下跌 行業分類指數方面,資訊及通訊業指數高企升至60.5 專業和其他商業服務對今季前景態度轉趨正面 製造業看淡今季前景,特別對盈利表現和營業狀況信心減弱 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本港中小企普遍認為 無論產品或服務、質素、人材和市場網絡是三大競爭優勢 香港中小企認為人材是最重要的競爭優勢 但各方面的成本持續上升 中小企招攬人材其實是越來越困難 生產力局建議中小企應該著力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和人材培訓 與員工建立良好的關係 還要利用不同的資訊科技工具去善用人手 減省重複和不必要的工序 五大分項指數中似乎是營業狀況的跌幅最大 亦顯示中小企對於短期營商環境仍然覺得比較憂慮 另一方面進出口、貿易和批發的分項指數 亦有明顯的下跌 最主要反映企業對於全球經濟前景仍然有不少的憂慮 至於零售業方面看到分類指數 其實比上一季有明顯的反彈 但整體上仍然處於50以下的水平 相信這個代表著零售業整體上仍然偏向擔心 內地旅客消費模式的轉變可能會影響短期的信心 但隨著股市的表現向好 消費能力亦好轉 我相信有望下半年整體零售業的信心 亦有所改善 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數 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和生產力局合辦 每季透過問卷了解香港中小企對營商狀況的看法 調查報告可以在SMU1網站下載 想了解詳情 歡迎與我們聯絡